6月5日是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大惨案发生78周年纪念日 当天,重庆大轰炸幸福者和遇难者亲属以及社会各界民众 前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较长口的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前 悼念遇难的同胞和亲属 1941年6月5日晚上,日军飞机对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 实施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大规模疲劳轰炸 位于重庆市区较长口的已防空隧道由于避难人数超过容量 加之隧道通风不畅,2500多人窒息死亡 酿成震惊中外的六五隧道大惨案 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大惨案与1938年6月9日发生的黄河花园口决堤 以及1938年11月13日发生的长沙大火 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 今年81岁的简全壁老人是重庆大轰炸的一名幸存者 据他讲述,1941年6月5日 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 轰炸中,他的祖母被弹片击中当场身亡 而他在祖母怀里受伤后幸存下来 据了解,飞剑的蛋片击中了年仅两岁的简全壁右侧肋下 受伤导致他右侧入房不能正常发育 这让简全壁深感自卑 直到28岁他才鼓足勇气结婚 作为重庆大轰炸的一名幸存者 简全壁和其他187名幸存者和受害者亲属 组成民间对日索赔团 先后四次在日本法院控诉日本政府当年犯下的罪行 然而遗憾的是 日本法院一审和二审都没有做出公正的判决 对此,简全壁希望日本最高法院在三审判决中能够纠正错误 做出公正判决 我希望都是他赔得到钱 给我们的赔偿 我希望是这个结果